21比4 分差大的 简直让人绝望 赢得很随意 赢得很抽象 赛后戴茨颖说赢得很轻松 这次的冠军简直毫无阻碍 这是2017年法国公开赛的决赛 戴茨颖一路过关斩驾 来到决赛 又一次对上老对手山口线 本以为这次的决赛会形成强强碰撞的场面 没想到山口线却不在状态 同样是以碾压的形式 基本打两场 就结束比赛 来到决赛与戴茨颖会面 形成了一边倒的情况 戴茨颖完全碾压 让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情况吧 比赛开始 戴茨颖就迅速见下领先优势 一个停顿放往偏锅山口线 开局就拿下4分 但这还没有结束 我们继续看 戴茨颖锅山口线 added舞盘 係跟日子 chicken 还算是值得 戴茨颖 traction包下 戴茨颖 戴茨颖盖段 戴茨状颖 Duncan稘有得 戴茨颖匙手重達 потом跟独陷了 免必ady 一看到,戴思穎的批杀鞋对角非常犀利,球已经到了中场 山口线还没有反应过来,快要落地才有动力,但显然是来不及了 这样戴思穎以8分顶先进入局限 一»,十分钟 下半场,山口线的失误越来越多,分差同样被越拉越大,有给山口线的机会不多了。 我们这平时购买kill单向感。 き葱! 这一球同样是山口线的失误 直接将第一局送给了戴斯尔 21比4 分差大的简直让人绝望 不知道第二局山口线 能不能扳回一局 戴斯尔能不能延续 势如破竹的气势 我们继续往后看 破竹 这个批杀鞋对角 显然戴斯颖没有反应过来 第二局的伤口线 明显比第一局打得主动得多 比分也从劣势逐渐反超 压力开始转移到戴斯颖这边 会变得更好 双方上半局比分咬得非常紧 但是在快咬到橘蟹时 山口线开始失误这么多 连续多次判断失误 让戴自已带着三分优势 进入橘蟹 这个优势并不大 下半局山口线还是有机会的 这不太太太 看起来 她想要做得更硬 她想要做得更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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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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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自颖的杀球 越来越得西应数了 山口倩身体的劣势 让其总是慢慢拍 这样 戴自颖带着四分优势进入赛点 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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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短失误了 这球几乎压在线上 戴自颖以2比0的碾压形式 达到了此次比赛的冠军 简直太轻松了 球迷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